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即将在上海举办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等外国领导人 将出席本届博览会 六年来 进博会的朋友圈越来越大 这对于我们构建新发展格局 助力破局所谓去风险具有怎样的意义 美国联邦政府机构首次派代表团参会 又传递出怎样的信号 时事评论员滕建群由独家观察 侯友宜竞选办公室发布 重启特征组下架绿贪腐竞选影片 直指民进党施政贪腐黑箱和弊案 另一头 台湾民众党2024参选人柯文哲 也和民进党民代参选人吴依宁 就北农问题再起骂战 柯文哲再次抛出 新潮流不倒台湾不会好的论述 如何看待两人对民进党的抨击 他们能否切中赖清德和民进党的痛点 两岸时事评论员张斌江明钦 带来全面分析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剧近来面临产销失衡的问题 新生产的作品大量滞销 泡沫化风险严重 台剧为什么会深陷卖不出去的窘境 这与民进党当局搞所谓台独文化有多大关联 台湾时事评论员蔡正元为您深入解析 海峡新感谢 两岸看世界 欢迎各位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感谢 大家好 我是杨阳 首先来关注 据新华社消息 11月3号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五届中美有成大会致信 习近平指出 中美关系的基础在民间 力量源泉在人民友好 友好省州和友好城市是深化中美人民友谊 实现互利共赢的重要载体 自1979年缔结第一对友成关系至今 中美已经建立284对友好省州和友好城市关系 40多年来 两国友好省州和友好城市密切合作 取得丰硕成果 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习近平强调 中美友成大会是中美地方交流的重要机制 创立以来 为推动中美友成发展 深化友成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希望与会各方继续做中美地方交流的桥梁 助力两国省州城市跨越浩瀚的太平洋 共同为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增进两国人民福祉 发挥更大作用 第五届中美友成大会3号在江苏省苏州市举办 主题为共建绿色城市共享民生福祉 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江苏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本节目由金门酒厂金门高粱酒具名播出 来关注今日重磅话题 美国华尔街日报 一号引述一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 拜登政府计划于当地时间6号 与中国官员在华盛顿 举行一场罕见的核军控磋商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号作出回应 在往外长访美期间 双方商定近日举行包括军控和防扩散磋商在内的一系列磋商 中美将于下周在华盛顿举行私级军控和防扩散磋商 外交部军控司负责人将率团出席 根据双方商定的安排 中美双方将就国际军控条约履约防扩散等广泛议题进行对话交流 此前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报道称 美方官员表示 这将是自奥巴马政府以来 中美两国首次讨论核议题 双方将重点讨论如何降低误判风险 美国目前正寻求避免同中俄发生会破坏稳定的三方军备竞赛 报道说 美中之间的此番讨论 并不是两国开启同类正式谈判的信号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赵通表示 人们抱有的希望是 这种交流如果能够保持并在未来定期进行 那么可能会为开展更多实质性对话制造机会 事实上 美国过去一直想要将中国拉入美俄核军控谈判 以此限制中国核武库建设 而中方以多次阐明立场 无意参加所谓的中美俄三边军控谈判 过去一年 美中关系几乎直线下降 现在双方已开始讨论一系列棘手的问题 据报道 经中美双方商定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 将于11月4号至7号 与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进行会谈 双方将围绕推进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与合作 支持联合国气候变化迪拜大会成功等 深入交换意见 好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 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 腾建群先生 中美将就军控议题罕见对话 仔细看中国外交部所披露的 这一回合的问答 路透社记者用了和军控谈判一词 来形容这次对话 但汪文斌的回应是 斯基军控和防扩散磋商 中方对此次对话的定义 之所以与路透社记者的表述不尽相同 关键点在哪里 还要值得关注的是 近段时间以来 美国仍在密集发布各种试射 或研制核导等战略武器的消息 您认为美方参与此次磋商 有哪些考量 其实从记者本身来说的话 它设了一个圈套 就是把本来中美两国之间 已经程序的磋商 说成了谈判 磋商它本身来看的话 它设计的领域更广 具有战略层面的相关的 共识的达成 也有具体实践的相互的应用 所以从磋商到谈判 它有很大的巨大的差别 那么从路透社记者这番提问 它就是希望能够把中国的 新发言人带到美国现在 竭力主张的这样一个话语环境当中 因为最近这么多年 美国政府一直要求中国加入到 美俄的军控裁军谈判当中 这显然是一个陷阱 毕竟中国的核武器 不管是从它的核政策 还是从它的数量 那么都是有明确宣示的 因为我们现在的核政策 是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那么我们的数量是有限的 那么保证有效的核威慑 这是我们拥有核力量的 最主要的指导方针 指导原则 所以美国现在跟俄罗斯拥有 占世界95%以上的核弹头 美俄之间正在打破旧有的 相关的国际条约 国际机制限制 比方说今年3月 普京已经签署了行政命令 暂停旅行 新世界战略武器条约 而且在上个月25号 俄罗斯的上院 也批准撤出已经签署的 全面禁止核实验条约 那么美国现在也在越意识地 要进行核武器实验 所以从核武器本身来看的话 美俄似乎将进行 新的一轮的军备竞赛 那么同时 一些在之前我们比较罕见的 这个大杀器也纷纷地登场 包括俄罗斯现在展示出来的 高超音速武器 核鱼雷和核巡航导弹 那么这些来看的话 对于世界的核安全和战略稳定 同样带来了极大的冲击 所以在当前形势下的话 美俄之间的一举一动 特别在核领域 在导弹领域里边的 这种向前发展 确实实实使我们的 这个国际社会面临着 非常严峻的形势 所以我觉得作为负责任大国来说 中国当然愿意参与到 国际军控裁军和防扩散的 这样一个进程当中 但是美国和俄罗斯作为两个核超级大国 它必须要承担其自己责任 一方面要加快核裁军步伐 另外一方面也要保证 自己的核武器不能乱用 或者是不能随意地用在 地区或者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当中 好的 谢谢滕建群先生 本节目由真材实料好面包的 豪式面包赞助播出 再来关注新华社消息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 竖决亭3号宣布 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1月5号出席 在上海举行的第六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即红桥国际经济论坛开幕式 及相关活动并发表主旨演讲 另据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3号介绍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等外国领导人 将出席本届博览会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3号宣布 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将于11月5号至10号在上海举行 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 古巴总理马雷罗 哈萨克斯坦总理斯迈洛夫 塞尔维亚总理布尔纳比奇等外国领导人 将出席进博会开幕式及相关活动 王文斌介绍说 自2018年首届进博会举办至今 进博会的朋友圈持续扩大 新老朋友共赴中国之约 习近平主席在前五届进博会开幕式上 宣布的多项重大开放举措 有力推动了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 充分彰显中国致力于建设 开放型世界经济的信心和决心 本届进博会预计将迎来154个国家 地区和国际组织的来宾 吸引超过3400家参展商 和近41万名专业观众注册报名 我们欢迎所有感兴趣的各方参与进博会 共享中国开放发展的红利 王文斌最后表示 相通则共进 进博会是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缩影 发出了促进世界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强音 我们愿同各方携手努力 共同打造一届高标准 高质量 高水平的全球经贸盛会 为各方提供更多市场机遇 投资机遇 增长机遇 凝聚合力 共促发展 另据了解 美国农业部证实 将率领17家参展商参加进博会 这将是美国联邦机构首次参加进博会 此前的进博会 大多由美国个别企业 贸易组织和地方官员出席 今年的国家展 这个有7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加国家展 那么企业展 今年也是规模空前 达到了36万7千平方米 有全球3400多家的企业参展 高科技的和消费品 这个各方面的都有它的首发首展 进博会的各方面的筹备工作 已经完成 就是准备大幕续续拉开 我们继续请教滕建群先生 与网界相比 今年的进博会有哪些特殊之处 进博会的朋友圈是越来越大了 您又是如何观察 进博会巨大的溢出效应 那么其实5号到10号 在上海举行的进口博览会 在很多方面 如果说跟之前做对比来说的话 有其特点 第一个就是它越来越多的国家 参与了其中 从规模上来看的话 跟以往比的话 有一个空前的扩大 第二方面 我觉得它已经超越了 博览会本身 它在很多方面 包括人们交流 包括外交政治层面的互动 也更加的向前迈进了一步 比方说之前的发展中国家 我们知道是进口博览会的主要参展商 参展国家 那么现在来看的话 包括英国 法国 澳大利亚等国 也纷纷地加入其中 而且向澳大利亚总理也亲自到场 所以从发达国家来看的话 也积极参加上海的进口博览会 所以说它的范围应该说远远超出了博览会的一个展览本身 它更多的是强调在外交的政治层面的互动与合作 那么第三个方面 我觉得还是它的广泛性 因为我们都知道进口博览会 它不光是出售或者是商品交换的问题 还有人文的交流 还有更多的面对面的一些交流 所以从整个一个博览会的安排来说的话 其实在今年以来 那么主办方已经派出代表团在各国家进行推荐 包括加拿大在意大利等国进行推荐 同样也在发展的国家进行推荐 这本身就是一种人文交流的重要活动 所以今年的上海进口博览会看点多多 那么最主要的就是它参加的国家越来越多 而且设立的科目越来越多 那么它设计不仅仅是国际商品的采购问题 更多的还是人文交流 还有政治层面的互动 在一些国家推行贸易限制 地缘冲突加剧 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之下 举办进博会 对于我们构建新发展格局 助力破局所谓去风险具有着怎样的意义 我们还注意到 今年美方预计派出有史以来最强大代表团参会 尽管美国企业也曾参加过进博会 但美国联邦政府机构的首次参与 又有什么样的特殊意义 从最近几年的情况来看的话 正是由于美国带领下的话 西方的部分国家加入了对中国的脱钩锻炼 现在又成为趋风险 所以在经贸合作方面 那么美国设置了层层障碍 现在回过头来看的话 这种障碍并没有阻挡中国跟国际社会的交流 并没有阻挡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所以美国现在掉过头来的 他其实也是意识到 如果说一味脱钩锻炼去风险 一方面他很难达成自己的目标 另外一方面他自己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我们看到在2017年美国发起所谓的贸易战之后 其实美国有原来的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现在已经降为第三大贸易伙伴 那么被东盟和欧盟超越 这点来看的话是一个不正的事实 所以美国现在不得也为之 回过头来 我觉得有历史的必然 那么从中国方面来说的话 加强跟美国跟澳大利亚 跟英国跟欧盟这种合作 也是利好于我们自身的发展 毕竟在经历了三年的疫情 冲击之后 我们的出口贸易同样也面临着 很大的下行的压力 所以要恢复我们的经济生产 恢复我们的贸易往来 我觉得上海进口博览会 发挥的重要的引领作用 或者平台作用 在这背景下的话 中国愿意加强 跟包括美国在内一些国家 进行方方面的合作 不光是在商品上进行一系列的采购 那么同时我们也希望 美国能够进一步回信转移 认识到它所谓的脱钩锻链 这种趋风险 应该是对自己是非常不利的一种选择 而且也难以阻止中国的进步 所以从这种角度来看的话 中美两国加强合作 不仅利好于两个国家 同样对于世界经济的复苏 对于地区的贸易合作 都会带来利好 遏制打压 阻挡不了中国发展的步伐 破坏正常国际经贸合作 只会加剧美国自身的问题 和世界面临的挑战 毕竟合作才能发展 共赢才是王道 好的 谢谢滕建群先生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感谢 热烈 喜悦 畅快 人生百态都在酒里 金门高粱 两岸飘香 一到晚上就没精神 可能是你的圣能量不足 有少婶和宝宝 22位中药 阴阳调和 为你的经历教宝教 他好 我也好 惠人圣宝片 大家好 我是您信赖的 好物推荐官 铁峰 您睡得着吗 您的睡眠质量好吗 是不是很想睡个好觉 尝试过很多方法都没用 想睡好觉 就选胺基丁酸 每片添加150毫克的胺基丁酸 孙岛仁 养心补干 明心安神 睡前来一片 整晚睡好觉 市场参考价 249元一瓶 今天活动促销价 一瓶只要39元 三瓶为一组 本档备货 只有180点 电话已经开始满线了 打不进来 请耐心拨打屏幕上的订购电话 抓紧抢购吧 你有多久没有睡过好觉呢 想不想睡个好觉 想不想入睡更轻松 想不想有个高质量的睡眠呢 想睡好觉 就选胺基丁酸 酸枣仁 每片添加150毫克的胺基丁酸 酸枣仁 养心补干 明心安神 睡前来一片 整晚睡好觉 您睡得着吗 您的睡眠质量好吗 是不是很想睡个好觉 尝试过很多方法都没用 想睡好觉 就选胺基丁酸 市场参考价249元一瓶 今天一瓶只要39元 三瓶为一组 本档备货只有180点 电话线 报线当中 库存即将受空 受空不再追加备货 打不进来 请耐心拨打 屏幕上的订购电话 世界越来越急 变化越来越多 我还是喜欢沉下星 回到根本 抓住关键 就像星海菲斯 从根源开始 守护头皮健康 去卸护头皮 当然还非事 太区 小心 细菌无处不在 还好有舒服家 新洗手液 异菌保护99.9% 更有新装沐浴路 12小时深入保护 舒服家 健康专家 护全家 混洗衣服 会污染衣服 新太子 全校360洗衣液 首创威力进科技 深度清除 会洗屋子 新太子 已经到底 会洗不污染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 海峡新干线 本节目由金门酒厂 金门高粱酒 具名播出 再来关注 据台媒报道 台防务部门 11月3号表示 从2号上午60 到3号上午60 共发现解放军军机 39架次 解放军军舰 8艘次 在台海周边活动 其中20架次 解放军军机 越过所谓海峡中线 即进入台湾 西南方向空域 据台防务部门的消息 飞越所谓海峡中线的20架次解放军军机 包括一架次彩虹四型无人机 两架次BZK005无人机 四架次苏30战机 四架次歼10战机 两架次歼11战机 一架次运8反潜机 一架次运9通信对抗机 两架次轰6K 两架次歼16战机 一架次空警500 此前对于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的演训活动 国台办新闻发言人朱凤莲曾表示 解放军在台海周边进行系列演训活动 目的是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的 嚣张气焰和谋独行径 台独挑衅一日不止 解放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动 就一刻不停 至于台防务部门声称的所谓海峡中线 朱凤莲曾表示 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不存在所谓的海峡中线 据台湾媒体报道 中国国民党集民代将启程 2号在台立法机构质询 台外事部门主管吴钊燮时指出 所谓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 日前呼吁两岸展开对话 并且不支持台独 那么民进党当局支持台独吗 吴钊燮不敢正面回应 声称支持所谓维持现状 请问现在的执政党支持台独吗 我们维持现状 那所以知不支持台独 就是维持现状 所以不支持 在台立法机构2号举行的 台外事部门预算质询会上 面对江启程的提问 吴钊燮遭遇窘境 我现在讲的是美国的AIT主席 美国的AIT理事主席 他讲的话 他为什么要一再重申 而且他也提到 他这一次来跟三位主要参选人会面 一再重申了 现状不支持台独 对不对 两岸对话 现在的三位 三位可能登记的参选人 哪一位支持台独 哪一位曾经支持台独 跟委员报告一下 现在的政府是希望能够维持现状 哪位参选人曾经支持所谓台独 江启程亦有所指继续追问 吴钊燮依然避而不谈 你讲现在的政府 这个希望维持现状 然后你不想回答 知不支持台独的问题 我可以理解 就好像这里 我不会去评论 其他政党的候选 但是我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 美国的AIT主席 一再地重申这样子的立场 那可见 可见 他有一定程度的疑虑 否则他干嘛一直重申 对于吴钊燮及民进党当局的 所谓维持现状言论 国台办此前曾表示 无论台湾当局怎样表态 他们的所作所为都已被记录 将受到严惩 这些台独分子试图通过 维护现状的措辞 来隐匿其谋划的抵抗行动 然而他们企图 以这种拖延战术 来实现独立目标 只能是痴心妄想 好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 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 张斌先生 面对蓝莹以美方反对台独为由 追问民进党所谓台独立场 吴钊燮是支支吾吾的宣称 所谓维持现状 那么您怎么看吴钊燮的表态 吴钊燮被问到支不支支台独 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 表现得支支吾吾 凸显了一个内心的这种纠结 包括一种无奈 民进党执政以来 无论是对抗大陆 还是医美谋独 其实根本的目的 还是希望能够把台独路线 能够推行下去 美国在台海地区 为了维持自己的相应的利益 那么当然在对民进党支持上 会采取各种方法 需要的时候 可能对民进党加大一些相应的支持 甚至会放宽一些尺度 而当美国为了自己本国利益的 这种考虑的时候 那民进党只是它被利用的一个棋子 自然关于相关民进党的诉求 就要进行一个限制 我们看到从三月份 这个罗森伯格担任 所谓的在台协会的主席 那么短短的 这不到半年的几个月的时间里 已经三次窜台 目的其实非常明确 就是警告赖清德 警告民进党 不要在美国现在焦头烂额的时候 面对很多像这个俄乌啊 巴仪啊等等一系列的 这种难题的时候 再给美国添麻烦 再让美国分出精力 去关注台海 这个意味其实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为什么他会喊出说 不支持台独呢 根本原因 他是不希望在这个特殊的时期 在美国这个穷于应付各种麻烦的 这样一个节点上 台湾再出现任何问题 民进党赖清德 再给美国找什么麻烦 所以吴钊燮作为民进党的 所谓外事部门的一个负责人 他当然一个要看这个 美国主子的脸色形势 另外一个也凸显了心中的无奈 美国的相应的政策 说到了反对台独 民进党当局 当然就不敢高喊台独 毕竟美国是左右民进党的 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因素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呢 在这种场合 吴钊燮也不敢 也不愿高喊这个台独的口号 或者把自己台独的意图暴露得清楚 因为我们知道 台独意味着战争 两岸之间和平发展 是台湾民众普遍的共识 所以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 如果说是吴钊燮再来 这个说台独的话 一方面台湾民众会强力的反弹 甚至影响他的选情 另一方面 那么大陆也会有强力的 相应的反制动作 这点其实恰恰凸显了这些所谓台独 顽固分子心中的一个悲哀啊 明知不可为而偏为之 而一条道走到黑 这个路不仅越走越窄 甚至直接走到死路上 也预示着台独分子 未来的病院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这背后充斥着政客们 对政治权利的贪欲 好 谢谢张斌先生的分析 再来关注 中国国民党2024参选人 侯友宜的竞选办公室 2号发表竞选影片 强调未来侯友宜如果当选 将在半年内成立特征组 要查清楚民进党 八年来的贪污舞弊 2号侯友宜竞选办公室召开 重启特征组下架绿贪腐 影片发布记者会 要下架民进党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下架这些贪腐 这些舞弊的这些弊案 我们也希望透过成立特征组 把刚才我们影片所呈现的 这些长期贪腐 质疑搞不清楚 希望能够知道这些千丝万缕的弊案 能够查得干净 给一个交代 三支影片从骗局到现行 直指民进党施政贪腐黑箱和弊案 侯友宜竞选办公室 发言人黄子哲表示 侯友宜当选半年内会成立特征组 一年内查清楚黑箱疫苗 进口弹 IMB诈骗案 及绿能等弊案 赖清德不断地在躲避这些问题 但是你躲得了一时 躲得了永远吗 原来赖清德不只是个台独今孙 你还活像个妈宝 绝对的权力 绝对的腐化 这就是民进党执政 现在的写照 只有政党轮替下架民进党 让侯友宜重启特征组 彻查这些贪腐弊案 揪出贪官污吏 这才是清廉唯一的出口 另一边 台北农产运销公司前总经理 民进党明代参选人吴英宁 对柯文哲挑起攻势 还重提自己当上北农总经理的过程 声称自己是经过投票 由台北市政府决定任命的 明明是他自己做的决定 明明是他同意的 他却不敢承认 这就是柯文哲 北农事件 这个我想是将来 这个是台湾历史的一个转捩点 韩国瑜本来在那里就好好的 第一点 为你们就是真的抢了菜摊丢了天下 后来这2018的故事 我也请韩国瑜到台北市政府来说 算了不要跟他们吵了 我就给你一个有几只市政顾问 也太高高兴兴 我连办公室都帮他准备好了 甚至你们新潮流都不行了 柯文哲表示 当年就是民进党的新潮流派系 一定要抢北农总经理的位子 你去问那个段宜康 他塞了几个人给我 一开始我说 我说你们至少要弄个专业的来嘛 他就换换换换换到说 这个这个这个有可以扯上边 柯文哲质疑公营事业 为什么渐渐沦为政治仇佣或绑装脚 更是痛批新潮流不倒 台湾不会好 据台媒报道 对于外界高度关注的蓝白河最后七项问题 侯友宜三号强调 期待蓝白两党能合作 至于国民党提出新的 共推台湾地区领导人参选人的方案 柯文哲并不满意 表示要坚持全民调 但他愿意在民调误差范围内离让 接受担任副手 蓝白河停滞不前 三号柯文哲证实 朱立伦提出了两个方案 一个是让国民党和台湾民众党的 明代参选人来投票 另一个就是比政党支持度 等同于全部排除掉中间选民的选择 但柯文哲都不满意 对于柯文哲仍然坚持要全民调的回应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三号下午开记者会 进一步解释国民党的新方案 侯柯佩对赖萧佩 或者是柯侯佩对赖萧佩 它的对比相对比例 是占了二分之一 另外二分之一 当然我们会邀请 所有在野联盟的 所有的成员 包括国民党 包括民众党 包括非国民党非民众党的一些党友们 我们估计大概85位到86位 这些候选人 直接吴敬明毕密投票 蓝白整合关键时刻 究竟要如何定出两党共推的2024参选人 已经迫在眉睫 国民党2024参选人侯友宜三号易造 继续释出善意 我们一定会拿出最好的方式 大家以最大的善意跟诚恳 大家一起共同面对携手合作 不要辜负人民的期待 除了向柯文哲喊话 侯友宜二号还在脸书上呼吁柯文哲 一同放下自己 以台湾这片土地的未来为念 共同完成政党轮替 一起成就民众的期待 柯文哲在二号也放软态度 没有说一定要全民调 我只说你总要一个公开公平的一个规则 对不对 柯文哲说 台湾民众党很强调程序正义 暗表操客 与台湾传统政治的风格不同 还直言 这个叫政治DNA的不和 可是有时候在台湾的传统政治上 他都是用巧 这个就是应该叫政治DNA的不和 其实对于蓝白河之后 对国民党选情带来的帮助 不少蓝莹小鸡 还是持乐观态度 国民党台南市第六选区 明代参选人陈以信说 蓝白河对国民党明代选情 绝对是正面帮助 因为会有很多人认为蓝白河 国民党会赢 所以更踊跃出来投票 是一个正面旋风 国民党高雄第八选区明代参选人 李明璇也表示 外界以为他的选区非常绿 但其实很多人对民进党 有非常多负面声音 只是敢怒不敢言 政党利益可以被抛弃 但台湾的未来不行 所以依2024大选情势 蓝白一定要合作 另据亲绿媒体台湾 新头壳新闻网2号发布的最新民调 三角都的局势下 台湾民众党2024参选人 柯文哲 以29.58%支持度居冠 民进党赖清德 29.06%居次 中国国民党侯友仪 排第三为28.98% 对此台湾美丽岛电子报 董事长吴子佳表示 赖清德是民进党内 唯一干净的参选人 赖清德的民调 怎么可能会掉 现在掉下来 只有一个原因 他觉得是民进党 新潮流系的策略是故意放冷 好 这次话题 我们来请教两岸时事评论员 先来请教张斌先生 侯友仪竞选办公室发布 重启特征组下架 绿贪腐竞选影片 三支影片从骗局到现行 直指民进党施政 贪腐黑箱和弊案 此举是否切中了 赖清德和民进党的痛点呢 应该说这样的这个短片啊 其实还是反映了一个台湾民众 普遍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 就是民进党执政这将近八年 到底给台湾带来什么 民进党执政这背后 到底它的理念和这个最初的想法 到底是什么 其实我们看到民进党执政之后啊 这种利益分赃啊 或者进行这种黑箱交易啊 甚至黑金政治啊等等层出不穷 在这个经济民生社会基建各个领域 这种贪腐案件或者相应的弊案 或者这种政商勾结 可以说是层出不穷 就没有断过 这一点恰恰是台湾民众 对民进党最反感的一个地方 所以可以说啊 出台这样一个影片 切中了这个民进党的要害 也回应了台湾社会 对于这种下架民进党的一个关切 这其实恰恰是民进党 在执政以后 最短的一个短板 那么这种贪腐 这种黑金政治 这种对台湾经济的提振 民生扶植的改善 毫无益处的执政 自然也就让台湾民众呢 无感甚至产生强烈的厌烦 我们看到民进党执政之后 应该说无论是从经济层面 还是从社会层面 并没有带来任何利好 反而让台湾的经济下滑的 越来越厉害 让台湾的很多年轻人前途无望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还不断的挑弄两岸的对立 妄图以武俱统 甚至要把台湾年轻人 绑到台独的战车上 充当炮灰 这一点 当然台湾民众是绝不可能答应的 现在不仅是下架民进党 成为社会的一个主流的声音 甚至在绿营的大本营 像高雄台南等等地区 民进党的支持度都在大幅下跌 其实已经反映了一个真实的 倒内的民意 那就是不管台湾民众支持哪个党派 或者说对于相应的这种党派的理念的认同与否 当关乎到自身的发展 自身的安全 甚至自身和家人的未来的时候 那么谁破坏了台湾民众的安全感 谁剥夺了台湾民众的获得感 那么谁就必遭台湾民众的强力反对 好的 谢谢张斌先生 我们再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江明清先生 蓝绿白三位参选人的民调近来出现了较大的变动 有些机构调查结果甚至显示 三人民调几乎一致 外界怀疑有人操作民调 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佳也认为 赖清德的民调掉下来只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新潮流系故意放冷 那么您对此有何观察 吴子佳的评论我认为确实是中肯 因为不战而屈人之兵 在选战当中当然是最高准则 因为兵不写任嘛 就能让对手分裂 那民进党的基本盘不止两成九 而且现在定于一尊就是赖清德 理论上至少要到三成三到三成五 这是基本盘 那这份民调低于基本盘完全不合理 那当然不是说不可能 而是说不合理 那柯文哲跟侯友宜这么接近赖清德 从侵律机构向的做出来的效果来看 也不合理 所以很明显这是简单的 让这种赖清德的民调下降 产生了杆杆的作用 让侯友宜也好 或者是柯文哲觉得 我一个人单独就可以打败赖清德 所以在这种思维之下 当然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如果横租过去台湾30年这种选举的经验 以前两年的新竹市长选举为例 那么林庚人 国民党的林庚人被弃保了 最后是民众党的高航安当选 但是我们看一下林庚人保底保多少 被弃保 最后是18% 他还有18% 所以气不干净 好再往前挪一点 这个柯文哲选第二任市长的时候 当时赢丁手中顶一点点 那几乎也是用气保 当时代表民进党是姚文志 姚文志得多少呢 被气保之后一样也是18% 所以18%几乎是一个保底 保底再怎么气就18% 试问 侯友宜跟柯文哲有赢过赖清德18%吗 没有 答案不是很明显吗 当然退一万步讲 真的就是呆清德下去了 不得民心 然后侯友宜跟柯文哲上来了 这当然非绿阵营是乐见其成 可是再一个评论者 我看起来这个猫腻比真实可能性 要大出许多呢 其目的就是分裂非绿阵营 不战而屈人之兵 用最小的成本得到最大的战果 这份民调如果要解读的话 他的猫腻的关键就在这里 好的 谢谢江明清先生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感谢 大家好 我是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铁峰 您睡得着吗 您的睡眠质量好吗 是不是很想睡个好觉 尝试过很多方法都没用 想睡好觉 就选氨基丁酸 每片添加150毫克的氨基丁酸 酸道仁 养心补甘 明心安神 睡前来一片 整晚睡好觉 市场参考价249元一瓶 今天活动促销价 一瓶只要39 三瓶为一组 本档备货只有180点 电话已经开始满线了 打不进来 请耐心拨打 屏幕上的订购电话 抓紧抢购吧 你有多久 没有睡过好觉的 想不想睡个好觉 想不想入睡更轻松 想不想有个高质量的睡眠 想睡好觉 就选氨基丁酸酸枣仁 每片添加150毫克的氨基丁酸 酸枣仁养心补肝 明心安神 睡前来一片 整晚睡好觉 您睡得着吗 您的睡眠质量好吗 是不是很想睡个好觉 尝试过很多方法 都没用 想睡好觉 就选氨基丁酸 市场参考价 249元一瓶 今天一瓶只要39元 三瓶为一组 本档备货只有180组 电话线 报线当中 库存即将受空 受空不再追加备货 打不进来 请耐心拨打 屏幕上的订购电话 一到晚上就没精神 一到晚上就没精神 可能是你的肾能量不足 有上神和宝宝 22位中药 阴阳调和 为你的精力 教宝教 他好 我也好 会人肾宝片 欢迎各位回到 东南卫视海峡 新感谢 如果您错过今天的直播节目内容 可以通过福建IPTV宽带智能电视 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 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 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 福建发布 再来关注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剧近来大量滞销 泡沫化风险严重 有岛内业者表示 台剧不仅被国际流媒体平台套牢 还面临着人才流失的问题 大量人才都以赴大陆发展 报道称 台湾明代黄国书透露 去年约有15到40部台剧 拍完后没有播出途径 产销严重失衡 产制跟平台能够为纳的量上面 还是终究会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所以我们也看到近期有非常多的台剧 其实拍完了 但是可能不如理想的 可以上到国际平台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觉得很多人都在讲 有泡沫化的情况 有评论认为 台剧已被国际流媒体平台套牢 台媒称 近两年 国际平台一改过去的撒钱策略 转向保守 一年最多只采购三四部台剧 例如台剧八尺门的辩护人 八级的预算高达6800万元新台币 被称为今年最强台剧 但却因国际平台的采购收紧 一度陷入滞销困境 Netflix就不愿意再像以前那样 花那么多钱 突然变得非常保守 那时候我们正好在拍 那个八尺门的辩护人 我们想到 真是蛮糟的 台媒提及 自2000年开始 大陆影视产业崛起 出高薪揽财 台湾大批媒体工作者 赴大陆发展 有学者估计 多达七成岛内媒体团队 曾为大陆影视剧代工 即使是很有经验的公司 他们跟我们大家遇到的问题 都是一样 就是人才不够的问题 90年代开始 就整个就往下了 大概有15年到20年的 这种大断层 为了摆脱台剧滞销困境 岛内三大电信公司 近日展开资源整合 其中台湾中华电信 远传电信 接连宣布 与所谓台湾文策院 合组饮食基金 台湾电信公司 大哥大 也宣布准备 与华纳兄弟 所谓台湾文策院 共组台湾内容基金 投资的资金总量 初步估算 高达90亿元新台币 只是这样的组合权 到底能帮台剧 拿回多少主动权 还要接受市场的考验 相关话题 我们来请教蔡正元先生 针对台剧 深陷迈不出去的窘境 相关方展开自救 那么您观察 怎样才能够解决 台剧面临的困境呢 台湾的戏剧 所谓的台剧 本来在电影跟电视方面 都曾经大放异彩过 包括早年的梁三伯 注音台等等歌曲 黄梅调 或者各式各样的偶像剧 也都是在 各个华语的文化圈里面 获得很高的一个评价 但是近年来 民进党 为了要搞所谓的台独运动 他们逐渐的要把台湾的戏剧 搞成所谓叫做本土戏剧 那本土戏剧里面 不断的打上钉子 要搞台独意识跟台独文化 就使得原来非常淳朴的 含有中华文化传统的 台湾的戏剧走样了 变成不三不四 一下子有日本味道 一下子有南洋味道 所以整个台湾的戏剧的路线 就走了非常的狭窄 我们从最近一段时间 台湾不管办各种奖项 所呈现出来的电影 或者电视 他的影片基本上都非常的狭隘 取材的观点非常的偏颇 而且演起来 因为财力不足 也经常出自滥造 所以这样的一个戏剧的风格 已经走偏调了 除了在台湾少部分人会看 想看以外 其他的人已经一点兴趣都没有 那除此之外 本来台湾的这些戏剧 最好的市场就是福建 以及很多很多大陆的同胞 喜欢这些台剧风格的 应该都是最好的观众 你看看 台湾有很多的知名的演唱的歌手 在大陆都普受欢迎 比如像五百 比如说像五月天 都能够在大陆办起很成功的演唱会 但是就唯有被民进党所控制的台剧 它的文化风格狭隘 它根本就走不出台湾 甚至走不出台南 当然会失去很多大陆的观众 再加上政治因素 民进党一直不肯承认九二共识 所以使得ECFA 岌岌可为 本来ECFA 可以签订福茂协议 为这些台剧 开拓一个广大的市场 可是又被民进党 硬生生的拦阻下来 还用了很多方式 去污蔑ECFA 污蔑福茂协议 那当然呢 这个失去了大陆市场 失去了闽南与最大市场的福建省 很显然的台剧就会走入死胡同 好 谢谢蔡振元先生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感谢 大家好 我是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铁峰 您睡得着吗 您的睡眠质量好吗 是不是很想睡个好觉 尝试过很多方法都没用 想睡好觉 就选胺基丁酸 每片添加150毫克的胺基丁酸 孙岛仁养养补肝 宁心安神 睡前来一片 整晚睡好觉 市场参考价249元一平 今天活动促销价一平只要39元 三平为一组 本档备货只有180点 电话已经开始满线了 打不进来 请耐心拨打屏幕上的订购电话 抓紧抢购吧 您有多久没有睡过好觉呢 想不想睡个好觉 想不想入睡更轻松 想不想有个高质量的睡眠 想睡好觉 就选胺基丁酸 每片添加150毫克的胺基丁酸 酸架仁养心补肝 明心安神 睡前来一片 整晚睡好觉 您睡得着吗 您的睡眠质量好吗 是不是很想睡个好觉 尝试过很多方法都没用 想睡好觉 就选胺基丁酸 市场参考价249元一瓶 今天一瓶只要39元 三平为一组 本档备货只有180组 电话线 报线当中库存即将受空 受空不再追加备货 打不进来 请耐心拨打屏幕上的订购电话 一到晚上就没精神 可能是你的圣能量不足 有上神和宝宝 22位中药 阴阳调和 为你的精力教宝教 他好我也好 惠人圣宝片 你正在收看的是 欢迎各位回到 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 在今日头条和微信 都开设了官方账号 您可以扫描屏幕 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 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 微信公众号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11月3号 以荣情两岸 每每与共为主题的海峡两岸 厦门书画名家交流展 在厦门中国好书画产业园 博尔轩美术馆拉开序幕 吸引300多名各界人士 同享艺术盛宴 本届海峡两岸厦门书画名家交流展 以荣情两岸 每每与共为主题 展出两岸150多位书画家的 300多件作品 分为宜山填海 其乐融融 漠海弄潮等 八个展厅来展示 有23位台湾书画家前来参展 来自新北的画家李沃远 此次特别带来了他的精品立作 宝岛长春 吸引了许多观众驻足观赏 我用台湾最高山 台湾玉山 台湾本来就是我们祖国大地的一部分 两岸的大好河山 我是台湾人 也是中国人 我这次又用宝岛 宝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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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岛长春 这样的一个主题来 也是表达我对两岸一家亲的一个情怀 我们希望将来更多的好朋友 到宝岛台湾来玩 我带更多的台湾画家到祖国来学习 活动现场 立岸书画家还一同为中国好书画产业员 博尔宣美术馆 海峡立岸艺术研究院揭牌 据悉 本次书画展是作为敏台家 海峡立岸书画交流系列活动的开始 接下来会定期推出相关活动 立岸书画家面对面交流 不仅是对中华文化的继承发扬 也是紧紧连结立岸同胞心灵的纽带 我们之后会长期邀请 这个两岸的书画家 以两岸书画家 敏台书画家为主 结合这个比如说敏台柜 敏台窗 让台湾的艺术家 更多的来到大陆 办画展 那我们大陆的同胞也能看到他们的精品立作 让他们有更多交流的机会 碰撞的机会 东南卫视海峡卫视记者 下面报道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可以扫描屏幕所下方那尔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 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那尔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365天 带您直接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每天五间播出的海峡五报 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获取更多音视频资讯 请扫描屏幕下方那尔维码 下载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 官方客户端海博TV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杨阳 我们明天再会